据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官方微博消息,12月26号9034分,119指挥中心接到海淀区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二号楼起火的报警。 经核实,现场为二号楼实验室内,学生进行垃圾肾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室发生爆炸。 当天中午,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看到,二号实验室楼附近已经全部被管制, 教学楼还在冒烟,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,消防员正在灭火,据现场目击者称,爆炸时感觉地面都在震。 实发的实验楼离学生宿舍只有几百米,很多学生中午回宿舍时已经戴上口罩。 在北交大东校区门口,记者看到有救护车在停靠,并未看到伤员。 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对火情进行权力处置,截止记者发稿前,据北京交通大学称,事故造成三名学生死亡。